F1 S系列 最新的一彈 上下半身 地台 普通悟空 的心態 這是看起來 真的 塑膠感真的算蠻重 尤其前面這個部分 臉部表情是 做的還算不錯 其他肌肉上面 細節 做的也還是不差 就是可惜的 衣服 跟褲子這邊 這個看起來 膠感蠻重的 後面也是 鞋子都做得比衣服 的塗裝還要來得好 這悟空的頭髮 這次就類似 像戒王拳的那種樣子 但David不確定這到底是不是戒王拳 比較細部的看下來 頭跟 上半部 手臂的這些 做得都相當的不錯 在下半身 你就會覺得 整個有微和感的感覺就覺得奇怪的 感覺一層膠水磨在上面的感覺 就覺得可惜了點 後面呈現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塑膠感蠻重的 否則這邊的 立體感真的做得相當的好 這次David給的評價 對啊 是三顆星 因為David沒有 很喜歡這一隻 呈現出來的感覺 就是看到實體之後你會覺得有點失望 還好 臉部的表情跟 上半身 手臂肌肉那些動作 挽救了一點 這一隻的命運 這隻如果 想要入手的 就 真的自己好好想看看 因為David並沒有那麼推薦這一隻 F1-ES的第二隻 這也是韓孫悟空 這是非常的妙 David怎麼看 都跟 上一隻出的 這隻悟空果然就是一模一樣 唯一有不一樣的在哪裡 頭髮 髮色 跟衣服 可能 有一些色差的變化 上下半身地台 跟插銷 兩隻 來做比較 這隻是之前出的 頭髮就金黃色 那這隻現在 出的 頭髮顏色就 比較深了一些 變得有點土色 這兩隻的 衣服 所有配色都不一樣 所以David真的非常傻眼的拿到這隻 奇怪怎麼 感覺好像有 因為那時候預訂的時候沒有看得非常清楚 變成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不同的配色 這隻 p 赤 這個 Devid給了評價 對 其實 就有點了不起 就 整個換個色 而已 並沒有 其他強烈 的大中作 做修復的改變 那這一隻 第一次David就不給評價 那大家就可能自己斟酌 喜歡哪一種配色 然後再去入手 說實在的 這一次這一套這兩隻 David實在是有點失望 因為真的跟 David想的都不一樣 尤其是第一隻 很像戒王拳動作的那一隻普通路口 那這一套 David的入手價錢是720元 兩隻一套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Hello in peace 掰掰